如果我講到基睿亞那邊的話 如果真的以這件事來講 那對雲橋也有一定的幫助 例如昨天的那棍 很明顯 但是這些位置我覺得 你可以少住它 最重要論估值來講雲橋也算便宜的 但是如果真的論實際那個 旅價再升的空間 其實都是一樣 我想始終有機會慢慢隨著政局 如果是叫做是慢慢回復 或者沒有那麼大不確定性 其實旅價再升就比較難 所以我覺得反觀 如果真的要選擇資源股 降估我覺得是OK的 或者剛才Miche好像說 類似新能源電池的概念 譬如你、Leap 這些 我覺得還是看得比較正面的